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商场做了十年 虽然没有大获成功 但是也算小赚了一笔钱 但是霍青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忘记表演 看来他骨子里对演员这个梦想还是很看重的 毕业十年后才才决定以演员的身份进入娱乐圈 可是那个时候他的同学都已经小有名气 有的甚至已经成为了大腕 因为在商场上的多年打拼 让他的身份早就严重发福了 最胖的时候 霍青的体重达到了一百九十多斤 做演员对形体的要求很严格 为了能尽快做演员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 霍青就减肥减掉五十斤 这是需要多么强大的自控力和毅力才能实现的事情 虽然是科班出身的演员 但是毕业后从来没有演过戏 所以剧组也不会给霍青戏份太多的角色 他那个时候就是跑剧组 哪怕是没有台词的龙套角色 他也会参演 就连前辈张国立曾经看到霍青在剧组这么拼 都忍不住赞叹 巴霍青是一个有魄力有毅力的好演员 尽管霍青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但是 离大红大紫还是差一点火候 不知道这次的前行者会不会成为他演艺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呢